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还有通过现场来参加我们这个老都活动的工商文教界的这个领导老板们 朋友们 同学们 大家好 热烈欢迎你们 今天我负责的部分就是第四部 第四部里面分成了四个章节 就是亚洲金融风暴 一大汉式 一期一会 还有一个就是小国大制四个章节 我们先来看看亚洲金融风暴 在1997年7月2号的时候 我们的泰国政府宣布他们的国家货币 这个泰铢跟美元脱钩之后 就在那个消息宣布之后 这个货币就是前面奔弹了 那这样造成什么的严重呢 当时很多分析师就这么说呀 没事的 这是泰国的事啊 他们自家的事啊 我们亚洲啊就是一片大好有什么怕的 不用慌张 可是不是这样的 所造成的严重性啊 当时就包含了我们的韩国 我们的泰国 福利比 印尼 马来西亚 还有新加坡 造成了亚洲金融风暴 因为大家想想还有可怕 那么才怎么办呢 这个亚洲金融风暴来袭的时候 那么国家造成冲击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帮助我们的邻国 当时我们的吴总理 他的内阁已经拟好了一份 非常有信心的应对方式跟控制方法 因此呢 他觉得必须帮助邻近国家 如果邻近国家不好 我们也不能够有好事之过了 所以应该怎么能帮助呢 他呢 他三次就拜会当时的这个 印尼总统苏阿波 三次就拜会他 同时答应呢 就是给他50亿美元 就来救援他 不过 有一个前提 就是您必须在这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世界银行 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所承诺的贷款 用完之后 还能够动用 平常我借给他这个50亿美元的钱啊 那过后呢 苏阿波也曾经有 几次答应给我们的吴总共总理 他说 你可不可以先发放一些给我们的印记啊 不能 这是原则性 这必须保住国家的财产 保住我们人民的血汗钱 不能的 所以就要说不 结果呢 后来这笔钱并没有被动用到 那么在2001年的大选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反对党人士 集训前他就质疑我们政府 您这笔钱去了哪里啊 还好我们的总理的机制跟他的智慧 没有把这笔钱给我们用掉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也在这个4个月里面呢 他有5次呢 5次到马来西亚去 跟当年的这个首相阿比 讨论这个救援的问题 那么也帮助了将数十亿令吉 进入他们的国库 帮助他解决这个令吉品质的问题 这个有帮助啊 可是当时呢 马来西亚有提出另外两个方案 就是呢 他希望我们 能够去吸购他们里面的这些 公司的股份 我们去吸购他们的股份 另外一点呢 就是去扶持他们的股市 当然是不可以的 这个都在我们研究的这个 研究的这个研究里面 是不能够借的 所以就没有借了 我没有借了 那么这个事件呢 这个金融风暴的事件呢 我们的那个吴总理啊 当时的吴总理 他的反思是这样的 名媛来的 储备金犹如呼吸器啊 在座的老板 或者是你自己个人都好啊 就是储备金犹如呼吸器啊 我家不能没有储备金 我家更不能没有储备粮 这就是 第二季是我家的 因为我看报纸 我觉得第二季很重要 因为到时你有钱的买不到吧 是不是 没有储备的 这就是我家 哈哈哈哈 好我们来看看 一大憨事 刚才我们的主席 导渡主席说了 这东西不好当啊 遇到这么多事情 憨事 什么憨事啊 一把钥匙 一根权杖 就是明显总统呢 有多两个群力 一个呢 就是保住我们的储备金 他的那把锁石跟政府 一人一把锁石来 保住我们的储备金 这是人民的血行钱啊 对不对 第二个群长 他一定要这个 这个否结性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当政者 他把他自己群耐疯的人啊 设置在公共部门里面 哇 这个是败国之举 所以他有这个权力 可以補决 这个明显总统 最大的两个权力 那么后来呢 1993年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任 第一任的这个明显总统就职了 那第一个 一个明显总统啊 大家看看这样的公片 总统 总统夫人 还有总理 跟总理夫人 他们的热情 所以看得出呢 总理跟总统呢 他们的这个交情啊 接近25年 哦 他们呢 是可以讲 亲密的战友来的啊 对不对 关系是非常好的 可是 憨事啊 什么事啊 1999年的4月19号 他就结满了 总理跟总统 吃午餐 而且是家常变化 他们的时常一起吃午餐了 可是呢 在这个午餐会上呢 总理必须跟总统说 每个一时不支持你 你去求联的 我说 什么事啊 那什么时候他结满呢 1999年9月他就结满了 多几个年后 他就要 就必须决定了 这时啊 一大恨事啊 我们的这个总统 他提出了反驳 他说 我要不要留任 是不需要经过内阁的这个支持的 啊 再来呢 不介意来一场竞争 哦 或者等到六月份 他到美国去 看过他的主持一生的时候 他才做决定 哦 张东真是憨事啊 哦 我们的总理三郎经啊 尴尬的场面 震撼全国 就是 首任民选总统 他在这个 1999年7月中的时候 他召开了记者会 那么在记者会上呢 他跟 他见不了很多 他跟政府之间的一些 不 不 啊 怎么样 哎呀 呃 不能批啊 哈哈哈哈 就是一见相左啊 或者是 或者有奔旗啊 对不对 他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呢 最后呢 他宣布他不寻求别人 但是这一句话就重要了 啊 这一句话重要了 我怀疑他们 就是政府啊 啊 觉得有个民选总统很麻烦 啊 会实时监督着他们 警定着他们的一举动 哇 这件事情真的是 真的是 怎么样 内讧啊 是吗 行动党哪里会内讧的啊 行动党都是团结一致的 怎么会内讧呢 但是在这个记者会上 大家都说 行动党内讧啊 这一大汉事啊 对不对 接着下来 在他们结完前的一个月 总统夫人 已失常失了 这件事情好麻烦啊 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对不对 政府决定用私人葬礼 因为当时新加坡没有所谓的第一夫人的 第一夫人没有享有特别的 特殊的地位的 因此呢 国家没有特别为他这样半期之爱 也是一大汉事 再看 宪法22日 当要修改的时候 总统也是反对 总统决认不可以修改 他必须要有这个否结权 拟定权的这个条文 他必须有这个否结权 结果怎么样 他请了律师跟我们的政府挑战 汉事啊 对不对 接着下来多一件事 卸任总统三年和并逝 政府决定为王鼎章办一场 国家协助战略 为什么不是国长 哦 你们要买书本啊 有情之外 我们总理说 有情之外 总理有他必须理行的责任 所以在这个第一名选总统 有很多需要补的 有什么需要改 他都把它改得很好 所以往后如果大家要进选总统的话 比较方经历 因为很明确了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一七一位 一七一位 球场 球场见真群 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人 你们一定要记得他哦 乔福特 美国人 美国大商人 他跟他跟这个 这个克林顿的关系非常好 因为要谈到他 我们就必须谈到麦克菲的事 当年麦克菲这些年轻人 在新加坡犯罪了 所以新加坡治罪了 结果必须边路下 边路下 新加坡你小小的新加坡 你要打美国人的屁股啊 打不打 克林顿打掉 给我们的王廷昌 说不要吧 赦免啊 王廷昌说 扫两边隔一边 都打 这个打 糟糕了 我们新美之间的这个 呃 外交啊 陷入了寒冬 我们的总理很多次 想去白宫啊 进不了 人家 不就是不给你进去 我们的外交 进入寒冬 因为这个美国商人呢 他说新加坡来跟总理 做私人旁奔的时候啊 他告诉总理 你看了 克林顿没有 没有咧 没有机会咧 他说没事 我帮你做一点事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因为这个商人啊 他跟克林顿是同个州的 他们也是在同一间 学校里面 亨奖休息之后呢 他克林顿坐在他堂堂 事情就是这样啊 美国商人乔夫特呢 就是旧总理被记忆 白宫之为的事情呢 他跟这个克林顿怎么说 他说 他说 这么说吧 总统得下 您自然有权的查处原因 什么原因呢 因为 没有办法见到克林顿 不是克林顿不要见他 是国会里面的一些幕僚党 可以处置的 所以他说 你肯定可以查了 后来怎么样 后来在1997年11月23号的时候呢 我们的克林顿 称作这个亚太经合论坛的时候 在加拿大几星的这场工会呢 要约我们的总理 吴总理总理跟他一起打球 哇 这场球赛好了 怎么样呢 华府对新加坡的外交公所啊 结封了 哇 太好了 我们新加坡的福气啊 是啊 我们总理的厉害啊 然后总理的机制啊 对不对 还有那个乔夫社 这场更精彩 我们的这个克林顿差不多要下台了 他是2000年就下台了 那么他到文莱去参赛了 这个亚太经合论坛的工会 那么 吴总总知道说 这次克林顿要来 抓紧了这个机会 知道这个机会 不能不放心 因为我们新加坡想跟美国 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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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 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对新加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文莱的时候 在开会的时候 开会下来的时候呢 他们理想的时候呢 呃我们的总理 泰国的代表 泰国的代表 我忘记了 还有克林顿 那我们的总理 就去一起跟克林顿在一起说 我们今天晚上 打一场这个夜间球赛好不好 克林顿说 好啊 我正想好一个人跟我把球啊 哇 很难得的机会 很高兴 所以当天晚上呢 在吃饱饭就要去打球嘛 对不对 饭刚好吃 要饱的时候 下去 群盆霸雨 雷电交架 差不多了 大概是泡汤了 但是我们的总理不是这样想 他说一定要打工 所以美国的这些 美方的这些 这些人员啊 他就跟总理说 不要去了 取消了 包括他们的首席 贸易代表 贸易代表 嗯 取消 总理说 嗯 这样很厉害 这我在看呢 半个小时就听了 我们从这里呢 到球场去呢 也只是半个小时 所以 我呢 非到球场去 你们的总 这个 总统如果觉得天气的问题 倒是没有机智吗 没关系 结果他去了 后来 克林顿也来了 哇 太好了 而且 打到球结束的时候 差不多凌晨两点了 哇 机会来了 啊 怎么样呢 这个球会过后啊 我们的总理跟克林顿 想过两倍很多啊 我们的总理用他的智慧 用他的幽默 用他各种 哇 显示全部的功夫啊 就是跟克林顿讨论的 这个双边 贸易决定 克林顿想行 而且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 要签署 因为他下台嘛 这是新加坡的大消息 到好消息啊 也是能够敲福特的功劳 我们要谢谢他啊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 小国大字 总理的历史 他的理念 小 没有关系 小大字 对 我们要跟全世界 有很好的关系的 小国大字 我们看这个 这个故事很好得用 嗯 1993年呢 我们的江泽民 刚刚 出任中国的这个主席 不到半年 那么他到美国去啊 去参加这个峰会 这个亚太金额议参峰会 哇 这个江泽民上台呢 哇 这个大眼镜 我就捏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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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啊 那么他讲完下来之后呢 我们的总理 支配可能很高 他就跟总 这个 这个 江泽民说啊 他说你是说得不错啊 但是呢 华语呢 英呢 跟英文的英是不一样的啊 他就提个例子 经济发展 是一个英文 英文呢 economic development 八个英文 翻译也搞不清楚啊 所以嗯 嗯 可是呢 想想 区区一个小国总理 进港交我说得快活的吗 不过 技巧就在这里了 他非常的坦诚 他非常的诚恨的 结果也是跟 所以在江泽民 的关系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 就知道了 你们说的关系好不好 非常好 哦 小国大致必须 必须怎么样 放眼天下 而且必须以他国的利益为先 必须以亚细安为主轴 就是他讲的啊 讲到底就是生存的问题啦 我们一定要放眼天下 但新加坡吃草 真的啊 他很厉害哦 他有个口号 他喜欢的口号 是 让新加坡继续往前走 怎么继续往前走 走对人啊 对吧 走对人啊 现在又在走对一个人吗 对不对 好 他最后一句话 他说 我尽力了 我很满足 我站得高 立得正 傲然 无悍 那么我想跟大家说 因为我还有一点小时间啊 这本书呢 是 他在主政十四年当中 十四年的时候的 故事来的 内容 主要是来自行动党的 这个 这个 作者行动党的什么 行动党的 党案资料 行动党的党案资料 就是千真万切的 因为我们看别人的传哦 有时候他自己喜欢写 就喜欢写的 不过这本东西是 行动的党案资料 授权的 还有呢 就是当总理期间的故事 也是国家的故事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 吴作洞总理啊 当时 当时是我们的吴总理 他的 私长笔记啊 所以 我刚才所讲的 就是用故事的形式 跟大家说 故事的形式就是 讲到一半就不要讲了 卖点关子 留一个尾 帮你自己去找 对不对 所以书本人很多 你们等一下自己来吧 谢谢 哎呀 是是是 下一位呢 再跟我们分享地数 方越高尚 那也是我们一位宣友 非常出色的宣友 就是陈李超先勇 李超先勇 李超先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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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